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这个作品的技术点的一个讲解 那我们看一下乐谱到第一小节 在这个乐曲的第一个小节 那么一上来呢 就是一个四个比较强的一个和声 那么在处理这四个音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声音弹奏的扎实 触弦的时候呢 要使用瞬间的爆发力 注意这个大错的声音 不要发虚 那么这个地方的难点呢 是在于前面的这个和声 与后面第三小节 骚拉之间的弦间 并且这个地方的弦间呢 还有一个前面有一个装饰性的一个小的花指 那么在弹奏这个乐曲的时候 请大家注意 这个花指 我们往前推动的时候 不要推动的 过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花指 一定要在我弹奏膜 就是骚的这个音 它的高音的这个地方 它的上行音的这个地方 来结束 不可以推的时候呢 一下子推过了 再回来去弹这个骚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会形成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小的难点 那么如果我们采用了这种 推过了 然后再去转过头来弹这个骚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极其容易出现 节奏上的一个问题 那好 我们还是稍微慢一点来看一下 好 那么前面的六个小节 主要的要提示大家的 就是这个小的花指 那么到第七小节开始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这四个小节还会有一个反复 那么这里要提示大家的呢 就是在第九小节 这个地方的左右手的一个对位 经常性的偶在看很多的针友 在弹这一小节的时候 它的对位不够准确 前面的一个对位呢 更多的都是一个 在正牌上的一个对位 一拍一下的左手 那么到第九小节开始 这个地方的这个对位 变成了后半拍 那么在整个这个 四二拍子的第二拍的后半拍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和声的对位 所以这个地方 左手律动的转换 那么是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 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个 咪咪咪刀的这几个音 这个建议大家使用的指法 是大搓 然后咪咪呢 使用连托 那么在连托的时候呢 请大家注意 最后一下要使用提弹来弹奏 包括后面第八小节 拉扫咪咪咪刀 依旧是使用的是连托 那么这里面 还是要在 揣到刀的时候 要进行一个提弹 那么这个地方 经常性也是会出现 把这个音给推过了的情况 所以在练习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我们要加强对手的一个控制 好 到第十一小节 十二小节 这两个小节 它的难点 依旧是一个 左手的和右手的一个对位 就是一个 后半拍的一个 控半拍的这样的一个对位 那么这个地方 它的难点呢 就在于十一和十二小节 连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半拍后面的一个对位 那么这个地方在对位上 包括在这个左手的 这两个音的找音上 都是我们平时 在这首作品里面 经常会容易出错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继续往后看 到乐曲的第二十一小节 第二十一小节 二十二小节 这两个小节 按照谱子上的技法 那么我们弹奏出来的效果 是这样的 那么在弹奏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这个的滑音 也是滑的速度会是非常快 不能弹成这种效果 既有上滑也有下滑 那么这种效果 就说明我们滑音的速度太慢 那么这个地方强调大家 这个滑音的速度 一定要是快的一个滑音 那么二十三小节呢 我们看一下谱子 由前面四二拍 在这一小节变成了四四拍 而且呢 它是有一个四组的这样的一个瓜奏 那么在这里面要提示大家的是 这里面的瓜奏 都是占十指的瓜奏 也就是这里面的每一组瓜奏 都要占一排 那么建议大家使用的指法呢 是第一下用右手下行 第二下左手下行 第三第四下都通过右手的下行 三四 好 那我把第二十一小节往后连一下 那么在弹奏这个地方的时候 请大家务必要保证这里面节奏的一个准确 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这个瓜奏是不能弹成散板的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到乐曲的第二十六小节 二十六小节这个地方的难点 在于左手是八分拍 右手是一个小切分的这样的一个对位 那么这里面呢 在之前我们的很多乐曲里面 都出现过这个对位的问题 那么在这儿呢 我也给大家 再复述一下 这个对位的一个小的窍门 就是我们把它想象成 一个前八后十六 第一个拉 两个手同时出 然后米骚想象成一个十六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对位 就会是一个比较准确的 那么同样 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合理的安排指法 把这个拉扫拉刀给弹好 经常性呢 我看到有的征友在这个地方使用了抹拖抹拖 那么这里面就不可避免的 会出现了一个反向的一个托 那么极其容易弹到 这个骚的这个音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十六分音符 符点后的后面这个音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是不做一个过多的强调的 那么由于指法的使用不得当 那么很多时候 这个音被作为了一个过多的一个强调 所以在弹奏这个地方的时候 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指法的参考 就是脱钩抹拖 使用这样的一个指法 我们可以尝试着来弹奏一下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 到乐曲的第三十四小节 从三十四小节开始 这几行谱子就进入到了 整个这个作品里面的一个散板的段 那么这个三十四小节开始呢 它描写的就是这个台风来临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仿台风风雨交加的 这样的一种场面的一种模仿的声音 那么我们呢 还是首先来看一下谱子 我们首先看一下 第三十四小节的这一行 也就是谱子的第二行 第二行呢 我们观察一下 我们会发现 它会有一个类似于灵形的 这样的一个符号 那么这里面呢 上面有一个圆括号 这个圆括号里呢 代表的就是在右手 在月山的这个右侧 来进行弹奏 还有一个呢 是方括号 方括号呢 代表的是左手 在月山的左侧 来进行弹奏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我们会发现 这个右侧和左侧的弹奏 是一个反向弹奏 也就是谱子 我们右手 从低音往高音上行的时候 那么左手在做 由高音往低音的一个下行 所以我们要先在 看谱子的时候 把这些规律先看好 然后我们再来解决 怎么弹的问题 那么我们按照谱子往后来 从这个散板 一个ride的摇指结束 然后后面就进入到了 一个长的刮奏 然后呢 后面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谱子 先是一个 由低音区 往高音区的一个挂奏 然后这个地方 它谱子写得很简单 就写了两组 一组高音 一组往低音区走 然后接着会有一个 上行 然后再下行一次的 到最底下的一个刀的这个音 我们先把这个谱子 先读一下 然后后面呢 发现它又有一组 好 那么这两组 那么在这两组的上面 既然它是一个散板 而且它是一个模仿 台风的一个象形的声音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些自由的发挥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我们是不是可以多来记住 后面这一组也一样 那么通过这个左手和右手上下行的这样的一种交替 把这种风雨交加的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象声 给它模仿出来 那我们继续往后看 到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刮奏 我们看一下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刮奏 连第三行的这个到right的这个摇指 这个地方呢 有点像我们之前讲过的秦桑曲 一上来的这个影子上面的一个摇指 建议大家使用的是反批来进行摇 那么后一个呢 好一些 下行直接用拖 好 那我们继续往后看 到第三行的后面 我们还是先观察一下谱子 我们看一下谱子 它会有一个主音 就是咪到骚 然后呢 又会有一个下行刮奏 又有一个上行到咪 接着一个下行 一个上行到对 以此类推 一直要到定曲 那么这个地方 就有点像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解过的 浙江的高山流水的流水端 那么在弹奏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 刮奏 与你的上行 与下行之间的衔接 一定要连贯 同时还要强调 这个主音 那么在这个弹奏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就是这个主音 用劲以后接着 我们的大指要跟上 去做下行的一个画指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叶额的谱子的最后一行 在Ride摇指的时候 左手还是一些刮奏 最后回归到一个下行 扫出去的一个结束 那么整个这个模仿台风的这个段落就结束了 那么在这个段落里面 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作者提示的骨干下 进行一个相声性的模仿 所以在弹奏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可以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那么尽可能地描绘出这样的台风 风雨交加呼啸的这样的一种场景 那好 我们这一节课就到这里 下一节课将继续对战台风这首作品 进行一个学习 我们下一节再见 大家好 我是黄宝琪 很高兴与您 相约在心爱琴丛林学古针课程 与您共同学习 古针的弹奏技巧 与名曲佳作 更多的精彩课程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 期待着与您 共同领略古针的艺术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